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新奇特的植物 这款植物是很多人都没有见过的 它叫做狗尾红 我们都知道狗尾红就是那种狗尾巴花 开红色的 跟我们外边的草差不多 只是说红颜色的 这个狗尾红是属于木本 它的主干可以变成木质花 可以变得非常硬 而且可以养成大树 它开花的特点就是一直长一直开 一个花开在上面 能够挂上好几个月的时间 而且只要温度不低于15度 全年都可以开花 你看我这一棵 这一棵是二月份买的10厘米的小苗 当时很小 养到现在是半年多的时间 从两个月之前就开始开花 第一朵花就挂在上面 而且花越开越长 花越开越粗 它就是我今天要说的 开花红色 用手摸着软软的 非常的漂亮 这个植物如果说在家中种上一棵的话 你种到一个花盆里 它一直长一直挂满红红的 猫绒绒的这种小尾巴的花 是不是非常漂亮呢 小齐之前去买的时候 以为它只是说单纯的开一茶花 没想到这么能开 所以说如果想要养的话 可以去选择一下 叫做木本狗尾红 您去搜一下就可以了 小齐再说一下它的养物方法 小齐放到花盆里 是一直在太阳底下的 在太阳底下没有缺光 平常浇水的时候 浇其他植物就浇 而且是地摘的 之前是摘到花盆里长得比较慢 摘到地上就长得非常快了 我们养的时候 肥料的话 我是一直使用通用肥 但零甲均衡的 没有单独的去给它使用零酸二星甲 所以说它还是在一直长一直开 在家庭中 如果说住在花盆里的话 肥料要跟上 一般情况下 一个月给它两到三次就可以了 只要不缺光 只要不缺水 再去适当的补充肥料 温度不低于15度 全年就可以开花了 如果喜欢养的话 可以选择一下 小齐呢 等长大了以后 长得比较高了 到时候有枝条的时候 会剪下来去扦插一下 到时候也会送给花友 送给自己的粉丝 如果喜欢 别忘了给小齐点赞 第二关注带走